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油烟机电机的接线方法 电机呢像这种两个单位的电机啊 分高档和低档这种电机 上面这个线呢有的是五条线 也有的是四条线 其实呢无论是四条线和五条线 他们两个的接线方法都是一样的 而且呢就是两个这两种电机 它也是可以互相来代换的 在接线之前呢 首先咱们看一下外壳上面的这个标签 黄绿这条线就是这个双颜色的 它是接在油烟机的铁壳上面的 除了它之外 另外呢还有五条线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五条线的电机 接线方法呢我们首先看一下啊 这一个黄色和白色 这中间呢是一个四位一发五百伏 其实呢就是黄和白这两条线 是接上面的启动电容的 就这个启动电容 然后呢剩下的另外三条线 就是282的输入点和快档和慢档的三条线 然后呢 这个标签上面根本都没有标注 哪个是输入的电 哪一个是快档和慢档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蓝色 这有个N下边 这个呢就是282的输入电 然后再看这个红颜色的 下面是一个H 红颜色的就说明它这个红色是个快档 然后黑色的就剩这条了吧 它就是个慢档 好现在咱们先把电容接上 把这几条线都接起来 然后测试下能不能运行正常 然后呢就是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四条线该如何接线 其实呢就四条和五条接线方法是一样的 而且呢就是他们两个也是通用的 接完电容以后 然后就接这个220的输入电 输入电就是这条蓝色的 然后呢就是这个快档和慢档了 咱们先测试快档 就这样啊 接起来了是吧 非常容易是不是 看一下就这样接 接好之后咱们就开始通电 通电之前呢我在这儿先粘个胶带 到时候看的更加直观 好通电咱们看一下这个转送怎么样 这是快档已经转起来了是吧 然后呢再测试一下这个慢档 先拔电 然后把这个红色的拽掉 把这个黑色的线接上 好接完以后开始通电 OK现在呢就是慢档 运行都正常是吧 好现在呢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四条线接线方法 为什么他们两个少一条线 反而还能通用 首先还是看一下这个标签 给大家还是一样放大一点 四条线和五条线的区别呢 就是四条线没有这条白色的线 没有这条白色的线 该怎么接电容呢 其实就是把这个电容接在 黄色和蓝色上面就行了 这两条接电容 为什么要这样接呢 其实呢就是给大家一说就明白了 这个白线 其实它和蓝线 它们本来就是一条线 它只不过就是从这电机里面 同样一根线就引出来两条线而已 用网表给大家测量一下就明白了 咱们看一下就这个白线是吧 其实这个白线和蓝线 它们两个就是一条线 是吧 直接是连通的是吧 它本来就是一条线 所以说呢 这个如果是五条线的电机 想代替四条线的电机 你就是其实啊 把这个白的这条线 和这个黑色的这条线 给它们两个直接都拧在一起 看一下就变成四条线的电机了 是吧 现在就可以变成四条线的电机了 或者是把这条白色线 拿胶带给它缠一下 做个结缘 不用它 这样呢也是变成四条线的电机了 如果反过来 四条线的电机 也可以变成是五条线的电机 就是把这个黑色的线 另外再分出来个线就可以了 道理都是一模一样的 好 现在呢 我就按照这个方法 已经把它接起来了 然后呢 就是通电来看一下电机啊 可以正常转是吧 完全没问题 都是一模一样的 好了 视频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